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啦 什么都没有 这也是大家所召集 然后所摇头 然后小董在路上被人拦住都在问这个 昨天美丽岛民调 因为他每天都做 美丽岛电子报所做的民调是每天都做 他每天做四百多个 然后三天公布一次 那他等于说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观察整个时势的影响 赖清德很高 非常高 36.6 侯友宜呢 25.8 柯文哲呢 19.5 柯文哲怎么掉这么多 变19.5 因为被看破手脚啊 嚣张啊 对不对 你看蓝白盒这几天 所有他们民众党还有柯文哲自己讲的话 那都是在羞辱别人 羞辱别人 这他的个性 柯文哲讲话很喜欢羞辱别人 然后再说 自己因为是什么样怎么样的 一种 一种 我也不好意思讲 因为我认识的 这些有什么证什么证的人 人家都很正常啊 没有像柯文哲这样 他是借着这样 然后故意去羞辱别人 柯文哲本来就这样啊 各位朋友 从过去到现在 那以前民进党一路包庇他啊 对不对 你要前整个中华民国政治人物 对你姓做姓沙劳语言第一名 绝对是柯文哲 绝对是啊 他有没有受到谴责 有没有me too啊 没有 因为过去就包庇他 认为说他会讲这个也不奇怪 台湾是个公平社会吗 柯文哲做什么都可以嘛 他会讲这个不奇怪 我都很懒得把他累出来 因为那些话 很多是很不堪的啊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看 可以出一本可以录啊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他的 他有的信口开合 那民进党很多人就很那个 柯文哲最喜欢讲 先逃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 他说当年段一康塞多少人给我 段一康有回应啊 段一康现在跑去抖起来 因为他只要站出来 大家要他吞七棍球嘛 段一康有回应啊 说我一个都没有塞给你 你就是收谎很流利 段一康你现在才认识柯文哲啊 这 对不对 真好笑 你们过去民党跟他合 你们每天巴着他 不是吗 我有时候讲这些东西 有时候讲了 因为我讲的东西必然是事实嘛 就是我讲的东西一定是事实 但是我有时候在做评论 有一个事实在做一个评论的基础 就是我节目的特色嘛 那你要看这些人 有时候 他们决裂了以后 你才可以听出一些真话 才可以听出一些真话 柯文哲现在只要做一件事情 我八年在台北市政府 哪一个人是段一康塞给我的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各位这就很简单了嘛 某某人 农场公司哪一个董事 段一康塞给我 哪一个急速的那个记号秘书是他塞给我 因为我是内行的 我知道只有这些才可以让 没有公务人员任用资格的人 可以进入市府 或者市府的那些公司 我讲这个就是内行 很多人讲 那你讲哪一个职位 职位很笼统 我们局长 处长是政务官可以 一级单位可以 台北市政府只有四个人的事务官不能塞 一个警察局长 一个阵风处长 一个主计处长 一个人事处长 其他每一个都可以 都可以 你要 你市长要给谁干就可以 那那些各农场公司包括董事总经理 因为董事跟总经理这些当然要由董事会认命嘛 那董事会里面有董事有常务董事对不对 你如果分量过你就是董事长 要不然董事长也可以 因为董事长可以派 可以提名总经理来让董事会通过 总经理总经理一般来讲也都董事啊 也是里面的一个董事啊 也有一些不是的 就找专业经理人 你就直接跟我们董事会负责也可以 但是你今天看到了 柯文哲跟段尼康在斗嘴 你只要柯文哲只要做一件事情 你当年跟我推荐的谁谁谁 就是对不对 你只要讲出这个名字 这个人那时候在台北市政府干什么职务 这个都有领薪水有记录的 就解决了 没有 各位朋友 就好像我在讲赖清德 赖清德是前中华民国最好笑 最好笑好笑到什么地步 他一直讲他房子有缴税 有水电有文牌 有水电有文牌 我可以理解你知道吗 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采访 很多维建 或者很多原住民部落或怎么样 他们是有文牌有水电 为什么有文牌有水电 因为民意代表去承认 他都违建 你也要给他水喝嘛 对不对 没有水 没有水 没有水你要怎么过火 我告诉你 没有水最严重 比没有电严重 对不对 没有电我可以点蜡烛 没有电我不要看电视 每天听小董他们那些名嘴 在那边讲什么 对不对 我不要 没有电可以 没有水呢 没有水你怎么生活 各位 你在家里没有水 你要怎么办 我就买水 买水没用啊 为什么没用 各位 大家都生活在 在台湾岛 我们生活岛虽然有人 贫穷有人 富裕有人怎么样 但是我们有个共同的特性 我们家里没有水 我们就买水喝 可是光买水喝够吗 你接着要煮东西 煮东西我也买水喝 好那我再请教你 那你家抽水马桶 你也买水来嘛 你也买整桶的水 来抽水马桶嘛 光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解决 我讲的东西都是问题核心啊 很多人讲半天我就告诉你 那你这个怎么解决 很多朋友跟我讲说 我喜欢到哪里去旅游 我说那你碰到这种 这种生理的那个你怎么解决 就地很多人就地我也懂 男生没问题 女生问题很大 你们都不知道 老实讲像我们过去 常常在采访在外地 做这种旅行长途的 我们很清楚他的困难之处 对不对 但是 我讲问题就是直指核心 好那赖清德里只要告诉我 你说我们有缴税有什么 你哪一张缴税的税单啊 我们任何人的房子 任何人的房子 你只要是合法的房子 绝对有 绝对有什么 有房屋税跟地价税 这两张 一年绝对有这两张 你要去缴税 那他寄给你的 里面有六年 对不对 有六年 他盖六个印 一个印章把这个都盖了 然后私下一张给你 就是收记 对不对 这个就 地价税跟房屋税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嘛 赖清德只要拿出来就好 这是我七年 这是我前年 因为一般来讲 税务机关会 好心会提醒你 你所有的税单 至少要保存五年 将来有真值 我只要拿出来 我缴过税 政治机关税 你没缴税 我税单在这里啊 对不对 我是星光银行 几页几页脚 有没有看到 他哪里 他就 他对不对 有这张存折 不是有这张收记 你一定赢嘛 没有人拿你有办法 在中华民国你只要有缴税 有像我有 缴税又服兵役 我根本谁都不怕 政府要我进的 衣服我都进了 那我的权利是什么 我可以自由的言论 我可以骂政府 对不对 我可以骂蔡英文 骂执政党 可以啊 这就我们宪法所赋予的 各位我讲很 台湾很多道理 其实很简单 但是今天你看到 带清德 税单拿不出来 每天说他有缴税 你骗谁啊 他如果真险上 中华民国最可耻的 就是前台湾每个 有房子的人都要缴土地税 房屋税 只有一个叫赖清德的人 不用缴 他有什么特钱啊 各位 他有什么特钱啊 他们现在说 我没有缴税 因为你新北市政府 私职没有给我们 新北市政府 很多人刚过新北市的 赖清德说 我家的维建已经60年了 哇 60年都没缴税啊 60年没缴税 你特钱特到这种地步 好 那这 这60年之中 这60年之中 有两个民进党的县市首长啊 我都认识啊 还有一个代理啊 对不对 游青跟苏贞昌 他们都当过台北县长啊 那他们有没有失职 过你要讲别人要相看自己啊 是不是 游青当一届 苏贞昌当两届 游青 当两届 来了 苏贞昌也当两届 大家可以看到 从78年游青当选 然后苏贞昌 那一任任期 他没有当完啊 他绕跑啊 苏贞昌绕跑 那 他找林喜耀 他的副县长林喜耀 帮他带啊 因为那时候阿扁是当同统 所以由中央来指派啊 那当然也都算在那个 所以 可以看到 你也没有给赖清德 要他征税啊 要他缴税啊 所以不要再还没讲啊都新北市这种狮子 那你在指控苏贞昌跟游青狮子吗 是不是 各位朋友我们讲新闻啊 其实是很简单啊 因为我都用对照的 那柯文哲 说段尼康塞好几个人给他 到台北市政务工作 柯文哲只要讲一个你就赢了 段尼康你就塞谁谁谁来 到我这里来 你就讲 对不对 我有时候讲新闻其实很明白 柯文哲每天讲鬼话 为什么他的民调 变19.5 侯友宜 侯友宜25.8 赖清德36.6 这是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美丽岛电子报的吴子佳 他说这很简单啊 因为他们经过每天 因为他每天做民调他在分析嘛 他说因为柯文哲很嚣张啊 在蓝白河这几天很嚣张 每天骂这个骂那个 那柯文哲自己也发现不对了 他现在态度假装软 他昨天讲什么 柯文哲昨天讲说我没有要求前民调啊 前天讲什么 说我也可以当副手 昨天讲我没有要求前民调 今天呢 我告诉你柯文哲的态度 他说如果民调在误差范围之内 不分胜户 我都焉力离浪 蓝白他的态度这样 你看他现在就赶快弄软了 你知道吗 大家对他已经非常嫌恶 这种嫌恶的态度 已经不辞了啦 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 对他已经感到不辞 这种人不辞嘛 对不对 一点点信用的那个都没有 他在跟侯友宜 或跟朱立伦谈的时候 他有没有坚持前民调 当然有啊 他现在讲的都是鬼话 各位包括他今天讲的都是鬼话 为什么 因为蓝白盒哦 本来双方各提出一个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 国民党认为民主是 的那个前民的出现 柯文哲提出前民调 那既然迫及的话 已经迫及的话 两方面这两个案子就不存在了 各位懂不懂 不能 可是柯文哲在最近在谈 还是要求前民调啊 我就我只要前民调 柯文哲为什么要前民调 因为他很清楚 前民调 民进党会投票给他 民进党的票有多少 今天赖清德 在美丽岛电子报是36.6 里面只要有10%投给柯文哲就 柯文哲就当选了 各位懂吧 柯文哲非常有把握 民进党一定会投票给他 因为民进党投票给他的话 柯文哲 不管有没有当副总统 或者那个国民党的立委就死光了 这民进党一定是这样啊 民进党过去 有没有都参与国民党的出选 蓝白河如果用民调 最后决定的这个人选 是由民进党决定 各位懂了吧 我讲这个我得罪很多人 我从上届就这样讲 我说这种民调在这种情况下就被污染了 很多人说我们可以有基础性可以排 不要讲鬼话了 基础性能够排除的话 四年前就排除了 四年前这五家民调公司的负责人 我大概都熟识了 对不对 这五家 韩国瑜跟蔡英文的民调 这五家民调公司我都熟识 品牌都很好啊 有两家是我待过的老东家 一个联合报一个TVBS啊 他们不至于乱做啊 而且他们也被认为跟南宁关系也比较密切啊 还有一家四星大学啊 对不对 然后一家前方位 还有一家是前国公信力 前国公信力前方位 四星大学TVBS 联合报五家民调做了平均啊 各位我就讲啊 韩国瑜四七点七 蔡英文十五点八 做出这样的民调 五家哦 这家都都 都很有口碑的 为什么 你没办法去防止民进党 对不对 蔡英文再怎么差也不至于十五点八 韩国瑜说四七点七 我同意啊 可是 蔡英文怎么会只有十五点八 任何人不要用脑袋想都知道不可能啊 因为我觉得我这是个 我们民进党发动我们影响力去欺敌嘛 然后蔡英文的民调 不到韩国瑜的三分之一 这个匪夷手势嘛 一看这就知道这是被污染啊 四年前我讲怎样 我被喊混 每天 每天声讨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都没关系 因为我又不闲 我也不太在乎 谁谁谁怎么样 但是时间会证明我是对的嘛 选票结果你得出来 输了两百六十五万票 对不对 这是事实嘛 我讲 我小董讲新闻 很多人对我有各种那个 我都理解 因为你会有情绪 你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是 但那种情绪当然不理性 而且 没有参考价值啊 就那些人讲东西没有参考价值 我讲就这样 因为嫌棘最后就是看结果嘛 柯文哲联系这三天 前天讲 我也可以当副手 以前他从不讲了 我每天在节目上 我说 侯友宜都讲出 他可以当副手 你什么时候听 柯文哲讲过 柯文哲前天晚上就讲 我也可以当副手 因为他 他听了我的话 我在电视台 对不对 你从头到尾你根本就不让 他现在就假装柔软 假装柔软 昨天说我也可以接受 我没有坚持要前民调 你跟侯友宜跟周立伦 你就是从头到尾坚持要前民调 但是我告诉你 当 第一波的协商 没有了以后 前民调 跟 前民 的党内出选通通都没有 国民党提出 党内出选 的那个 前民的那种党内选举嘛 也没有了 两边都没有两边都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进入政党协商 政党协商就是 我们原先各提出的方案 通通 通通拿下来的 柯文哲还在坚持前民调 后来他 昨天搞一讲 我没有坚持前民调 骗谁啊 骗谁啊 你的案子已经没有了 国民党的案子也没有了 现在所谓的政党协商 柯文哲今天又开始出来 哎呀那个民调 只要在误抓范围之内 无论深入我都离浪 你又在讲民调 你不是你不坚持前民调吗 因为柯文哲知道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民调 民调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民进党会投票给他 就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蓝白河最后的结果 就是由民进党在结定蓝白河的总统候选人是谁 民党会结定谁 当然是柯文哲 柯文哲比较好打 各位我讲这个 那吴子佳分析说柯文哲最近态度非常嚣张 所以柯文哲假装暖肉 讲这东西其实有讲跟没讲一样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民调的选项了 柯文哲你不要假装不懂 这个人就是收谎很流畅 现在已经没有民调选项了 柯文哲 现在就是进入政党协商 民调选项没有了 然后民主了 然后党内出选也没有了 简单的就是啊 你还在 还说误差换回我可以让啊 不必你让啊 因为没有这个选项啊 各位考试的时间已经到了 对不对 你没有进场 他等你十分钟 十分钟你没有进场 你就不能进考场 这就是考试的规则 各位我讲就这样 投票的规则 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 你说我四点五分到 对不对 你不能进场 啊我三点五十九分 我赶快来 哦大排场了 没关系 他会让你投 因为你有到现场 你有到现场啊 我让你投完 因为你已经有到现场了 你只是没有办法让你马上投 因为大家在排队嘛 各位我讲这是一个规则啊 今天这个规则的时间够 就不要讲了 柯文哲的时间 他认为前民调 你的时间已经够 国民党 前民 民主党内出选 时间也够了 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下来就是政党协商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现在 你可以看他昨天的高傲态度 在葫芦市啊 很多讲 柯文哲怎么这样 我不必看到葫芦市 我就知道 柯文哲葫芦在卖什么药 我很清楚啊 他现在假装失落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吴梓芦说 你看民调变 低于二位数 19.5 为什么 因为态度非常嚣张 非常把握 没有错 所以他 柯文哲原来的国民党支持者 那些人就跑了 为什么 他 他现在民调 为什么 他本来有国民党的支持者 尤其很多深蓝了 很多深蓝 很多 很多 那种金方的老将军 老司官长 赖老兵 老农民 要挺柯文哲 下一看 哇 你把国民党 损得这么不堪 怎么样 所以这些人跑了 柯文哲下降 第二个年轻人 年轻人跑了 为什么 因为你每天在唬烂 因为你们 你柯文哲就是把年轻人当白痴 我老实讲 那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就是每天还软路啊 当然里面也有一个很大 传出柯文哲的不问去立委 要提名一个陆配 那这个 请你可以看 这些我们政府这些官员都荒唐了 对不对 邱泰山 陆委会主委 然后林友昌 内政部长 陆委会当然管两岸 内政部长管户籍 对不对 你有时候讲 这些人 我觉得说 你们官当这么大 那你总要 对自己的业务要很熟悉嘛 我讲这个是不是 你这应该对自己业务很熟悉啊 那你有时候讲 就是说你邱泰山 讲这个话很外行啊 为什么外行呢 因为 邱泰山说 柯文哲提名这个陆配 要出记放弃国籍的证明 才可以担任立委 这是外行话 邱泰山你还在混嘛 你还在亚洲道 谁家法力 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 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啊 因为两岸是同属一个国家 没有放弃国局的问题 你懂不懂 我们 柯文哲是第一次提名陆配吗 不是 四年前陆配就被提名了 国民党有提名 统促党也有提名 我都认识啊 有没有放弃 没有放弃啊 邱泰山完全不懂法力 在那边讲鬼话 这种人还在当 过去当检察官 当法务部长 当陆委会主委 都在那边说 为什么我们 没有办法要求 陆配或大陆人放弃国籍 为什么没办法放弃 为什么没办法放弃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这是宪法规定啊 四年前他们选举 他们有没有说 你要提出你放弃国籍的 没有 邱泰山你去审审吧 所以他完全不懂法力 他在那边讲大话 你看民进党就是用这种 心潮流不倒 各位好啊 董哥谢谢董哥 董哥要不要先讲一下 今天有什么行程 我今天2点到4点要上 中天的新闻大爆卦 6点要上 TVBS的新闻大白话 那我们先从昨天的 昨天没有讲完吗 没有昨天是后来来的 这个咕噜 是好谢谢 谢谢咕噜 非常感谢 咕噜说董哥辛苦了 这年代就是缺少像 我们这样说真话的人 没有错 那其实台湾 道德 轮上忘恩入义 这个就已经变台湾日常 大家也不以为意啊 所以我昨天骂了很多了 但是 但是真的讲啊 其实你有时候看喔 台湾很多老百姓 其实是很忧心的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李道阳谢道阳 他引用真正报小董 邀请李正宏他唱谈 他的台湾魔类 没有对 李正宏上我节目 大家有印象吧 他出一本书讲魔类 这一本书 谢谢 还有宋丙龙 谢丙龙来了 好丙龙感谢你 还有温神话 我们年轻的好朋友 董哥多么平安要喝水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再来是 Utopia物 Utopia物 谢谢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Utopia 谢谢 然后爱丽克斯 谢谢 来 爱丽克斯 然后 生怡 洗生怡 谢谢 给我一个汉堡 感谢 然后 Engineer 是 谢谢 董哥 就是赞 然后 三字幕 谢谢三字幕 给我一张好看的图 谢谢 然后吴钊怡 新竹来的好友 非常感谢 然后 EGK06233 给我一杯卡卡威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支持我 非常感谢 好 我们准备回现场咯 EGK06233 蔡英文战儒 用一些官 职位很高 对自己 掌管的EU法令不熟悉 邱泰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邱泰山喜欢告饼嘴 还告赢啊 邱泰山 来告我 看我 看谁赢啊 他在亚洲大学还交法力 还当系主任啊 过去当过 他当过检察官 当过 高雄市的 副市长 然后当过桃园的副市长 当很多 什么高官都当过了啦 对法力完全不懂 内政部长林又昌 林又昌 一天碰到我 就跟我换名片了 他说董哥 我如果换到你的名片三张 你以后不准骂我 我有警觉 我只给他换过两张 所以我继续骂林又昌 林又昌是内政部长 原来当基隆市的 他说 柯文哲如果要提名陆配 他说 这个陆配必须 拿出放弃国籍证明的文件 才可以当立委 那我们不容许 一面拿台湾身份证 口袋又藏一张 极强国家的身份证 你胡说八道个什么 你胡说个八道怎么 我们两岸的人民 只有放弃户籍 没有放弃国籍的 你懂不懂 就是我刚讲的嘛 因为两岸都是一个中国 这就是宪法 你同不同意 要不然你去修宪啊 这就是两岸 我们没有去规定 为什么 因为四年前就有了嘛 四年前国民党有提名 这个人 后来没有当写 因为他排十七嘛 他姓牛啊 牛就是马牛羊的牛 那 我常在我们节目讲的 何建华 何建华是统治部长 也没有 也不惜提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嫁给这边的人 然后几年以后 你就十年后 你就拿到户籍了 对不对 拿到我们的身份证 你有身份证 你就可以参选 你就可以投票 这是简单道理啊 本来就简单道理啊 我有身份证 我当然就可以投票 我就有你的护照 各位 这个有什么奇怪的 这本来就常识啊 他是陆配 他陆配怎么样 你真真祖母不是陆配吗 各位 这些自称台湾人 你的祖先哪一个不是陆配啊 你们都从大陆来啊 你以为你阿嬷 就不是陆配啊 你真真祖母就不是陆配啊 各位 这是很简单嘛 民进党每次都知道说 我是台湾人 你台湾哪里啊 你台湾哪里啊 你真真祖母是哪里来的啊 你真真祖母是哪里来的 福建安西吗 张州吗 泉州吗 惠安吗 哪一个地方不是福建啊 你用福建来的啊 我不是 你不是 那你就广东 每一线来的啊 对不对 你讲海陆江 是不是 都是啊 我告诉你台湾包括原住民 原住民只有 哪里 那些人是从辉立宾来的 台湾的原住民 也都是大陆来的 你说小偷是怎么来 我告诉你怎么来啊 好不好 我告诉你 台湾的原住民 怎么从中国大陆来 他们走过来的 过去台湾 澎湖之间 这里是连在一块 没有海水啊 他们可以走路过来啊 各位 他就是一个这种情况 这个验DNA就知道了 我讲 当然他们来的时候很早 但是哦 讲这个哦 当然啊 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的奥办啊 啊陆沛 要放弃国籍 哪放弃国籍的证明 才可以让他那个 你讲鬼话 你谁啊 因为你叫邱泰山啊 你泰山有多了不起啊 泰山 你要侠泰山 你抄北海吗 你有这个人耐吗 回去重温你的法力科好不好 还在大学教书耶 各位我讲 我讲 我们怎么会有这种官员啊 大家已经看破手脚了 对不对 赖清德每天想 我们要对新住民要怎样怎样 那些陆沛新住民 你们 你们是瞎了眼睛 你们才会去支持民进党 民进党对你们是充满了歧视跟鄙视 今天拿到中华民国声音证 不管你从哪里来 越南菲律宾 中国大陆 或者美国欧洲 每个人都一样 这个才叫人钱嘛 你听所有的名嘴 或者邪目评论 或者所有政治人物 有谁像小董怎么讲人钱 我不认识向新啊 我声言他多久啊 他的名字在我嘴巴至少讲过一百次 这四年来 我每天声言他 声言到他回去啊 他回去前一天 苹果日报 香港的总编辑跟他道歉啊 说我们过去都是写那假新闻 没有求证 来修理你 对不对 10月18日他回香港啊 17号苹果日报那个 道歉啊 民进党有人道歉吗 民进党疫情畜生 有人跟他道歉吗 每天什么去栽账他 对不对 你为了蔡英文当选 我们就罗子一个人 把他抓起来 限制他出境 然后这叫什么党啊 这不是畜生党是什么 有一堆法官 一堆公务员 大家配合他 配合让蔡英文当选 蔡英文你当选 你当选是起始大陆 你是靠这种手段 垃圾总统 不要脸 你是靠这种手段啊 你把一个无辜的人 一对夫妻 把他限制出境 可以这样吗 我才是讲人钱的 我才不管你是不是陆配 你认同我们这里 这样来这里 十年以后你拿到身份证 你就有投票钱 你就有被嫌弃钱 我告诉你就这样啊 本来就是这样啊 我们对陆配已经 极尽了不公平了 为什么东南亚美国国家 只要三年就可以拿到身份证 为什么陆配要这么久 蔡英文还想把它改成11年 你知道吗 他们想把它改 你知道吗 我们陆配要拿到 比其他各国更困难啊 你这就歧视了 赖金德说 我们对新住民 包括中国大陆怎么样 你讲鬼话 赖金德 你这个人 收谎 无耻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的 对不对 你的维建 连税单都哪扑出来 你还要继续骗这些 大陆来的配偶 我们大陆来配偶 很多嫁来这里 其实很辛苦啊 因为他们过去的文化环境 很多东西跟台湾开始是有一些隔阂 常常被他的护加 看不起啊 我讲这是一个普遍行为 普遍的情况啊 一般陆配都是女生嫁来这里 当然也有 台湾的女生嫁给大陆的男生啊 也有 但是这样会到这里来的比较少 我也不能讲没有 但是比较少 那一般来讲 女生嫁给男生 就要跟男生原来的地方一起住嘛 所以为什么陆配会大量来这里 他简单到底就在这里啊 那你对他公不公平呢 不公平啊 对不对 极尽羞辱啊 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 民进党哪有什么高人一等 民进党是一个畜生党 还有什么高人一等 畜生还在跟人家比高人吗 各位你今天看到就气都气在这里 我们每次嫌疾就被这些人搞了 那你女生 甚至一个不及格啊 对不对 你还当过两届 你又当过两届的那个 那个基隆市长 赖清德当过 对不对 两届的台南市长 你们最懂 你当市长 你的地方的税收 最主要就是房屋税跟地价税 结果你自己的房子没有在缴 都是新北市政府的书 你房子没有税 你自己不觉得很奇怪吗 明年三月四月 我没有收到税单 我会觉得很奇怪啊 我要交中和所得税 政府要号令 那各公司就要寄那个给我啊 对不对 扣角所得凭证啊 那我就要去报税啊 我没有收到这些 我不害怕吗 我怎么没有 我是不是没有声问了 当然是啊 你没有收到你反而要害怕 赖清德脸皮后不怕 因为他不用脚啊 特钱啊 特钱横行 住的房子是特钱 连缴税都是特钱 然后我们碰到邱戴山 碰到林六昌 他说你要出去 放弃国籍的证明文件 才可以当立委 然后什么放弃国籍的文件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放弃国籍的文件 你告诉我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在台湾 其实你碰到这些政客 他们心中只有他们的政党 他们心中有老百姓吗 我告诉你老百姓 包括陆沛 他当然是我们的老百姓啊 他进到我们这里 嫁给我们这里 他也要缴税啊 他帮忙抚养新台湾之子啊 各位这是一个简单道理啊 先来的就欺负后来的 你在干嘛 老兵欺负新兵啊 老鸟欺负菜鸟啊 玩这一套啊 对不对 自己掌管的业务 回去把自己的法律 把他毒手 秋泰山最让人看不起的就是还在大学教法律啊 还干法务部长啊 林六昌 掌管护正了 你掌管护正你不晓得吗 他真的是完全不晓得 但是我告诉各位朋友 你在台湾哦 这些人当然他们用这个来打柯文哲 柯文哲也该打啦 对不对 柯文哲每天讲很多嚣张的话 吴子家说柯文哲为什么民调会掉 因为很嚣张 他本来就很嚣张啊 他哪有不嚣张 他这样活有余 我让你选你也选不上啦 对不对 他是不是嚣张 很嚣张啊 然后 他跟周以休 陪他去谈判那个周以休 周以休当然我是认识熟识的 因为他过去是蓝美金的助理嘛 黄向前的助理 他们都对外讲 国民党哦 国民党 只想打败我柯文哲 根本不想打败赖清德 你看 他在推啊 所有责任都是国民党 国民党只想打败柯文哲 不想打败赖清德 国民党不想打败赖清德 国民党就不要选啊 国民党选举当然就是为了打败赖清德啊 蒋介石缓攻大陆 没有成功 可是他去打东山岛 去打兰日岛失败 他有打啊 你总要打啊 哪像民进党搞台独不敢喊 不敢让公投网 大家来投票 要不要台独不敢 民进党就一路在骗人 民党这个垃圾下山岸 不要脸的出身党 从头骗到底啊 你已经执政了 公投法在立法院 只要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你应该修公投法 那时候人家就 我们修公投法 民党反对 民党阻止哦 不准 有关台湾独立的公投 不准放在公投法 为什么不准 你不说台湾 由台湾人民来 解禁台湾的前途吗 那你公投法 为什么不敢放 因为你怕 被美国修理啊 对不对 那你不是主张台独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执政时候 不让他台独了呢 你已经执政了 总统你在当立法院 又够办 这个机会千载兰逢啊 你已经千载兰逢 已经八年了 你为什么不做 因为 因为你在骗人啊 各位我讲就是 今天那些 立营周边那些党 真是莫名其妙 每天碰到民进党 就 摇旗呐喊 摇屁股 可耻啊 你们这党 怎么那么可耻 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并没有要 要搞台独 你们每天 以为他在搞台独 没有 大家好 我是韩非 在这 好 董哥我们刚刚念到 那我看一下 董哥先喝口水 OK 我以为要继续讲下去 对吗 没有因为那个 好像 系统还是有在运作 但是就是 没有 不太稳定 对对对 好 我们刚刚念到 咕噜 是 谢谢咕噜 非常感谢 然后道洋 谢谢道洋 非常支持我 董哥好文 宣传不太口罩 是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我们刚刚还有 我们一击K06233 刚刚讲到这里 对 是 然后 这杰林放 是 那 他说 董哥 对柯文哲 太了解了 没有错 赞啊 所以一定要支持 火友仪 没有错 你要看柯文哲 每天假装 常常定空定笑 然后 来获取 那些年轻人 现在年轻人也不挺他 就是慢慢被看破手脚 然后朱镜刚 谢金刚 非常感谢 林中达 谢中达 给我们一张好看的图 还有柯小姐来了 柯小姐 回地边 的好友 谢谢 谢谢 白鲤 白鲤 谢谢白鲤 非常感谢 董哥 赞 谢谢 他支持我 非常感谢 然后 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漏掉的 这些都有念过 对 喜仙怡没有念 给我一个汉堡 谢谢 谢谢你 非常感谢 好 然后董哥之前有人问说 就是董哥之前有讲到那个金门的早餐 董哥如果回金门早餐都会吃什么 没有我们回去 我妈妈就会泡 泡牛奶泡什么给我 然后给我吃一些 拜拜生下的那些 我平常吃很随便 但是如果 有时候想那个也会去吃啦 就是 咸粥吗 不是我们金门不叫咸的 我们金门叫走的 其实就是广东粥的改良 那当然很丰盛 你在金门吃这个再配油条 要是有朋友来我们都是这样招待 他们吃的都非常感动 说到今天广东都比台湾好吃这么多 比广东那么好吃 没有错 我们把它做得非常鲜美 好我们准备回现场 柯文哲每天讲鬼话 他说他跟何伟一讲 我让给你你也选不上 然后他说国民党只想打败我 根本不想打败赖金德 那柯文哲还讲什么 他的干话非常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那壶武器全新创作 再造精英生活的无限可能 小张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在台湾来 人来讲 如果 你态度不硬的话 你就被柯文哲牵着鼻子走 所以侯友仪 讲了啦 侯友仪讲 火车哦 你如果不那个 那他就走了 对不对 够站 他就不会等人了 大家坐过火车 你坐过高铁他不会等人了 你关再大 他走了就走了 你赶快停下来 我还没上 没有这回事啊 我们有时候在火车上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啊 但是哦 柯文哲 他就每天 放这种话 现在侯友仪态度强硬 其实很多人很高兴 侯友仪的民调就回来 侯友仪为什么是25 每一条民调 25.8 然后柯文哲19 5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里面 原来那些深蓝的人 就跑到侯友仪那里 结果 柯文哲太过分了 每天讲那个 柯文哲 他讲什么 国民党哦 他们阵营啊 国民党哦 宁愿让 赖清德当选 也不要让 柯文哲做大 谁讲的 没有啊 你们自己在编故事啊 国民党 只想打败柯文哲 不想 打败赖清德 谁讲的 柯文哲做以修讲的 各位 这东西都在 都在很嚣张的 柯文哲 跟侯友仪 跟朱立伦谈了以后 然后就说 我怎么样 他我都没有 没有说我要 全民调 我说我可以 你让 或怎么样 没有啊 后来 有人出来讲 你在里面根本讲什么 柯文哲就 花火啊 两个人讲的话 别人为什么会知道 意思说 不是我讲的 就是你讲的 那你一路在说谎 说到底 人家忍不住出来讲 还原整个真相 还原整个真相 就在破坏了 那变成都让你 只有你可以讲 别人不能讲 别人讲就是破坏 整个会议的气氛 约定不要对外讲 哪一次不是柯文哲对外讲 对不对 哪一次不是柯文哲对外讲 你就借机来博取 媒体的好感嘛 你问周立伦什么也不讲 问侯友仪什么也不讲 你们谈了什么都不讲 问柯文哲 柯文哲会讲 哇 哎呀 柯文哲真是一个好的采访对象 那你用这样来讨好媒体 媒体也喜欢你 就这样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湾社会 我们很多东西 你不一定要 每天 实实的放在蓝白河里面 柯文哲每天都会有话 他觉得说他很受欢迎啊 他现在去花莲 人在花莲 那有时候你看 我有时候讲新闻 其实就是很单纯 为什么 我只讲是非 那台湾因为每个人 不管你喜不喜欢政治 你一定会受政治的 影响嘛 你会受政治影响啊 当然是啊 台北市民选出柯文哲 柯文哲说那些老人 领了重阳敬老金 再抢年轻人的钱 不要给他 所以前台湾 柯文哲执政这些年 八年 重阳敬老金只有第一年 因为第一年 他的权益人 郝龙斌有编啊 七年完全领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们选了柯文哲啊 你不给就算了 你还羞辱啊 这些老人都在抢年轻人的钱啊 这年轻人还没有赚钱 我们抢他什么钱啊 我们抢他什么钱 这年轻人还在读书 高中大学 他也不会赚钱 我们抢他什么钱啊 你要说我们抢 那些中年人的钱 我同意啊 但是我在当中年人的时候 那些老年人 也抢我的钱 你为什么不抢啊 对不对 今天轮到我啦 我缴了四十年 好不容易变老人 然后今天轮到我领 你说你不能领 你在抢四十岁 五十岁 三十岁 那些人的钱 我缴了四十年 轮到我突然不行 天底下有这样的公平吗 柯文哲就是在搞这样 然后那年轻人说 哎 没错 哇 柯P真是爽啊 真没错 叫年轻人去仇恨老人 这就柯P啊 各位你有看过 这么荒谬的人吗 然后洋洋得意 柯文哲跟他的那些畜生支持者 洋洋得意 我们做这个是对的 怎么会是对的 每个人都会老啊 年轻人会变中年人 会变老年人啊 是不是 你阿公 你爸爸就这样啊 然后你们要去仇视他啊 你讲的如果是对的话 柯文哲的爸妈 户籍在新竹 为什么要到门跑去赢 你不抢新竹那些年轻人的钱吗 各位你就看到了 这家包山包海实在受购了 现在他妹妹竟然要在新竹选 所以我就用五党籍 表示我和柯文哲没有关系 好好笑哦 你们一家人受购了 每天大家都在看你们表演啊 对不对 各位有兴趣哦 他哥哥 他弟弟啊 叫柯美兰啊 美丽的美兰花的兰啊 我不代表清明 我不代表民众党 我自己选 不得了 你只要打MG149 柯文哲在台大的时候 他妹妹跟这个MG149有点关系啊 123456789 149 柯文哲弄了一笔工 一笔钱啊 那我就不描述 因为 因为他们家的这种事情太多了 你自己上网看 那我讲这个 因为 因为我们大概两个以前 有一日上节目 我就说 他应该把MG149的事情解释清楚 然后他讲说 什么MG149 我说那时候 那时候柯文哲要选 选市长 这是一个话题啊 你们都忘了 真的 所有现场 我右边做郭正亮 有这个吗 我说有啊 不然你们上网看 上网看 大家说 小总你只在记忆力够人啊 我说我没有够人啊 可是我对某些事情 政治信任 我比较 我比较会过目不忘 那其他的 我就未必那么厉害啊 我讲 在台湾社会 我们很多人 你真的对政治不能冷漠 你今天看到很多人的嘴脸 他就慢慢的浮现了 对不对 现在民调低了 柯文哲突然开始讲好话 开始讲人话了 说一些民调 不管胜负哦 只要在误差范围之内 我都可以理让 没有人要跟你搞民调啊 柯文哲没有人要跟你搞民调啊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很清楚 你的民调民进党会帮你添柴火吗 你自己很清楚 不要来这一套了 不要来这一套了嘛 对不对 可是柯文哲还讲到 我自己人无辜自己人啊 什么直白看了就 看了就恶心啊 我真的讲 有电视台记者访问 我说柯文哲 我说柯文哲就是恶心啊 他那种品格是有问题的 我老实讲 真的这品格有问题啊 这有问题就是说 你很多事情明明是不应该这样的 对不对 我们做人大家应该有一个道理在 不一定违反法力或什么 我们有个道理在 那你每天表示你自己最行 最了不起 不是嘛 柯文哲最喜欢讲 我有财政纪律啊 我还了五百多亿 好 那柯文哲你现在讲嘛 你五百多亿总要有个金钱来源嘛 你先买房子 你总要有个金钱来源 我这房子 我那时候存多少 我贷款多少 我爸妈各给我多少 对不对 我太太 把他的存款拿出来 然后总共多少 我房子来源 金钱来源是这样嘛 对不对 柯文哲你只要讲一件事情 讲一件事情 你财政纪律 你还了五百多亿 你的金钱来源是哪里 就是台北市政府各个基金啊 抵会地的基金 交易的基金 一堆基金被你说这基金 基金是用来做一个保险的 对不对 万一 万一 突然有一个政策 或者万一个大流行 学生受到了权利受到损害 我们赶快拿这基金 先去做一些补救 去买一些药物 怎么样 对不对 各位 我讲这简单道理啊 我们有个基金 每一个东西都 他都有这个基金 大众结印也有 一些工程或什么也有 万一突然坍塌了 我没有钱怎么办 我还有个基金 有些东西是可以 柯文哲把这基金拿来 去还债 然后说你看 哎呀 我最英勇啊 我最了不起啊 你看只有我在还钱啊 你还要再去 现在讲完 要去筹很多钱 来把柯文哲过去 把那些基金拿去还债 那些东西 要把它补回来 那不是绕一个签子 又补回来 只有柯文哲 博得一个美名说 我还了 我还了500多亿的债 你还 你还的债 就是本来市政府 其他地方的钱啊 现在讲完要补回来 柯文哲你不会觉得 羞羞脸 真好笑 我们剩下 一点点我们 先从 柯勤 是谢谢张柯勤 柯勤请我和他位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丽环 谢谢丽环 不要汗 一下茉莉 一下白色的 政治变色融合啦 很多人看 真的看透了 马拉格基 越南来的好友 谢谢 非常感谢 GinoGino 谢谢 他也给我一张 好看的图 谢谢张梅华 谢谢 董哥要喝水 11月4号 台北市政府挺活友宜 在市府广场 前面 就是明天下午 那各位朋友 有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去 讲完安会带走 大家力挺活友宜 这是台北市场的 台北市这一场 然后 苏中午 谢谢 谢谢中午 非常感谢 老朋友来支持我们 还有道阳 感谢道阳 谢谢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OK 谢谢董哥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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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